我们来看这题,一个双曲线中心为坐标12,两焦点距离为2,更好15,且焦点在s等于1上,正交现场为4,这指双曲线的方程式为何? TMS,那么告诉我们双曲线的中心坐标,那么是12,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条件,我们来假设双曲线的方程式 那么如果双曲线叫做干嘛,那么因此也就是s减掉1的平方,那么正负号我们先等一下再来决定 那么接着是y减掉2,那么整个的平方等于1,那么接着我们来决定正负负号 那么题目告诉我们说,焦点是在s等于1上,那就代表了这个双曲线是千值贯轴的双曲线,那么所谓的千值指的是y 所以y前面的系数就要正,正的它的分母就代表是a平方,s平方向前面的系数就是负,负它的分母就代表是b平方 接着我们来计算a跟b的值,那么题目又告诉我们两焦点的距离是2更好15,意思也就是说2c的长度,那么就整理2更好15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求得c,那么等于更好15,接着题目又告诉我们的正交选长是4,所谓的正交选长,那么就是a分之2b平方,所以这个值等于4 我们来做约分,所以2跟4,我们可以约分,这里得到42,那么因此我们就得到一个关系式,这个关系式就是b平方等于2a,所以我们再利用双曲线它的关系式 也就是c平方等于a平方加上b平方来计算,这个c平方的c是更好15,c平方的值,那么就等于15 所以等于这里是a平方,再加上b平方,b平方的值就等于2a,所以我们把它换成标准形式 也就是a平方加上2a,减掉15,等于0,我们来做因式分解 那么分解得a加上5,再乘上a减掉3,等于0,所以当a加5等于0的时候,求得a的值等于-5 或者是a减3等于0,求得a的值就等于3,那么a就是贯轴的半长,所以贯轴的半长也不会是负的 那么因此a等于-5,这一项是不合,所以我们求得a的值就等于3 那么求得a的值等于3,我们就把它带回来,意思也就是说b平方的值就是2乘上a,所以2乘3 这里我们得到46,那么因此我们把ab这个值带回来原来干嘛的方程式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干嘛的方程式就是负的b平方b平方16,所以得到是6分之 s-1的平方 再加上那么a平方,然后a的值是3,所以a平方的值是9,所以是9分之y-2的平方等于1,所以这个就是双曲线的方程式 所以呢,题目要来求双曲线的方程式,我们求得呢,那么就是6分之,负的s-1的平方 加9分之y-2的平方等于1,那么选项里头呢,a选项9分之y-2的平方 减掉6分之y-2的平方等于1,所以选项a就是我们的答案